2023年5月28日,一架白色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缓缓滑行,然后加速起飞,向着蓝天飞去,这架飞机就是C919大型客机,中国首架自主研发的大型民用喷气式客机,这是它的首次商业飞行,也是中国航空制造业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C919大型客机由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制造,这款单通道中短程客机对标全球最畅销的博云737与空客A320,满足中国民航市场对大容量客机的殷切需求。 C919这一中国新布景外形酷似国外同类产品,搭载性能也不遑多让,其宽敞舒适的机舱可容纳168名乘客,航程达5555公里,完全可以达到中短途航线要求。 如今,这款高度国产化的民用客机已经获得815架飞机的订单,可见各大航空公司对其的信心与期待,也用实力打脸了对国产飞机发表质疑和诋毁言论的水军们。 追溯C919的研发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艰辛与付出,早在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就提出要研制一款能与波音737和空客A320竞争的大型客机,如今,多年来的技术公关和试非验证, 终于促成了C919这个空中巨无霸的产生。 2022年9月,它喜获我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这无疑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备。 C919的出现,让世界看到中国航空工业的实力与智慧,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在航空技术上的独立创新能力, 也预示着中国将在全球民航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科学技术水平上讲,这架飞机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民航领域的先进技术。 这架中国亦采用的先进科技,如超临界机翼、全电传动控制系统、复合材料机身等, 使其在各方面都达到甚至超越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 这些技术不仅保证了C919的性能、安全性与舒适性, 也体现了中国航空工业在绿色环保理念方面的领先。 从性能上来讲,其部分指标甚至超过了同类产品, C919最大可载168名乘客,航程达5555公里, 最大航速0.785马赫,起飞重量77.3吨,着陆重量64.8吨, 这些参数足以满足大多数中短途航线的运营需要。 而同样作为中短途航线飞机, 迈到MD-90虽然可以搭乘更多的乘客, 但其最大航程仅为3860公里。 同时,C919装用CFM-L1P-1C发动机, 这是一款高效低造低排放的涡扇发动机, 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燃料、减少碳排放, 还可以提高飞行效率,达到高要求的环保标准。 CFM-L1P-1C发动机相比于迈到MD-90使用的IE-V2500 发动机具有更高的寒道比, 更低的燃油消耗, 更低的噪音和排放等优点。 此外,C919采用集成模块化航电架构可以实现系统优化集成, 提高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 四容于全电传动控制系统可以实现稳定控制和飞行品质提高, 同时也降低了飞行员工作强度。 数字网络智能化通信系统实现多种通信方式与提高通信质量, 液压起落架系统的结构简单、重量轻, 可以适应不同的面条件。 除了本身的优秀性能以外, C919给国内航空市场打开的机遇更是弥足珍贵, 作为一款大型科技, C919可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航空旅游需求, 降低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 同时也提高了航空安全系数。 据预测, 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超过7400架新单通道科技, C919无疑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其次, C919的价格比同类外国产品更具竞争力, 报道显示, C919的价格在5000万美元左右, 而波音737和空客A320的价格则高达8000万美元和9000万美元, 这无疑给买家带来可观的成本节省, 提升C919在同型号范围内的竞争力。 除了本身价格便宜以外, C919的油耗成本也很低, C919采用的发动机设计更加节能环保, 它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燃油消耗, 减少碳排放, 还可以提高飞行效率, 从而达到绿色环保的标准。 最后, C919通过严格的安全检测与认证, 可以确保乘客与机组人员的安全, 这也是吸引购买者的重中之重。 而对于外国的老牌飞机公司波音与空客来说, C919的诞生就未必是好消息了, 以自身的超高性价比为资本, C919的出现必将打破波音与空客在全球单通道客机市场的双头垄断, 为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提供更多选择。 据统计, 目前该市场90%以上的份额被波音737与空客类似20占据, C919的加入无疑为这一市场注入新活力, 实现真正的竞争。 在和两大巨头正面交锋之外, 利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和关系, C919可以进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兴航空市场, 满足他们对低成本、高性能、高适应性飞机的需求, 这必将大大扩展C919的销路与市场空间。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 一部价格便宜性能合格的飞机将会是开拓其航空业的派头兵, 除此之外, C919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征与要求, 提供定制化服务, 如调整座位布局、增加娱乐设施、 优化飞行路线等, 这种贴近客户需求的策略, 必将让其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获取更大的优势。 C919的光明前途并非空穴来风, C919大型客机对国内外航空市场的深渊影响与贡献, 已经从一些数据和案例中得以证明。 2022年12月9日,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收获首架C919大型客机, 超过130名乘客参加了飞行, 并对飞行体验给予高度评价与好评, 这显示C919的性能与服务已开始获客认可, 必将吸引更多中国民众选择国产大飞机出行。 2022年9月29日, C919大型客机获得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后, 立即收到来自国内外多家航空公司与航空租赁公司的订单, 其中不乏中国南方航空, 中国国际航空, 中国海南航空, 泰国亚洲航空等知名公司, 这足以证明C919已然具备商业化运营的实力, 各大航空公司也对其寄予厚望。 作为一款国产的大型飞机, C919毫无疑问具备光明的前景, 但很多水军别有用心, 从各种视角对C919发表诋毁言论, 企图抹黑这款飞机的形象。 比方说, 有许多人认为从工艺方面来讲, C919并不是真正的国产飞机, 而是一个外国技术的拼凑屏, C919的发动机、 航电系统、 控制系统、 通信系统、 起落架等关键部件都是从美国和欧洲进口的, 这意味着C919在技术上还没有完全实现自主化, 还受制于外国技术的供应和限制。 然而这些评价只能暴露这些人目光短浅的现实, C919虽然使用了一些外国技术的部件, 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民用飞机的本质, C919在整体设计、 纵装、 是非、 认证等方面都是由中国自主完成的, 它体现了中国在大型民用飞机领域的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 而且C919在使用外国技术的部件时, 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优化, 使其更适合中国的市场和需求。 此外, C919也在不断推进技术自主化的进程, 例如C919正在开发自主研制的发动机, 预计将于2028年投入使用。 还有一些人认为, 从生产流水线的完成度上来看, C919在性能上无法与波音737和空客A320等老牌产品竞争, C919在乘客容量和航程方面都略逊于波音737和空客A320, 而且C919的生产能力和交付速度也有限, 目前只有10架飞机完成了试飞, 而815架订单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交付。 但这些言论的发保者显然没有意识到, 相比于欧美长期耕耘的高端市场, C919深耕中下游赛道, 致力于降低造价和运营成本, 将目标很清晰地对准了经济实力尚未崛起, 但对航空有初步需求的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国家相比于欧美有更多的市场需求, 更适合我国飞机大展拳脚。 更有甚者, 认为C919大型客机虽然已经获得了中国民航局的型号合格证, 但是还没有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和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认证, 这意味着它暂时只能在中国民航局管辖的国家和地区运营, 无法进入高美等成熟市场。 但正如前文所说, C919可以利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和合作关系, 进入这些新兴市场, 满足他们对于低成本、高性能、适应性强的飞机的需求。 而且水军也丝毫没有认识到我国民航业的发展动力, 目前, C919已经与欧洲航空安全局签署了合作协议, 并计划在2024年获得EASA的认证。 还有一些人认为, C919在消费者信任度和认可度方面还不高, 这些人以诸多空难粒子做支撑, 认为C919虽然已经通过了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认证, 但还没有经过商业运营的考验, 它在运营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和问题还不清楚, 而且C919还要提高消费者对于中国制造飞机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让更多的航空公司和乘客选择它, 并给予它良好的口碑和评价。 但这些人不知道的是, C919在研发阶段就已经参考了诸多安全案例, 吸取经验并继承了前代产品的优秀安全措施, 确保民航历史上用鲜血血下的教训不会再次上演, 正因如此它才可以得到这么多航空公司的青睐。 事实胜于雄辩, C919大型客机的首飞已然开启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新篇章, 全国的人民都可以一起见证着中国裔的成长与飞翔, 中华民族千年来的飞天梦如今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中国制造、中国标准将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 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